大家好,我叫曹家慧,今年12岁,来自河北苍州宿宁,现在住在重庆。 我特别好奇,你今年是12岁,是吧? 对。 你这些功夫,可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学,几岁的时候? 五岁,现在已经有七年了。 这滕子宫,跟谁学的呢? 我爸爸妈妈都是杂技演员,平时这些动作都是我爸爸教的。 我爸爸教我的。 那就明白了,人家是杂技世家。 五岁啊,我觉得五岁的一个小朋友更多的时间是在幼儿园玩啊,做游戏啊。 就是你五岁就练这么辛苦的绝活杂技了。 你觉得苦吗?还有没有印象? 反正我以前也不懂事嘛,然后我爸爸说让我练,我就练呗,反正就听话呗。 后来我妈妈就长大了,也就不觉得苦了,也习惯了。 你受过什么样的伤没有? 也就是我六岁的时候练单手倒立披砖,然后胳膊受过一次伤,然后休息了十几天。 哎呀,是哪个胳膊伤当时? 这个胳膊。 我手伤,伤在哪儿呢? 伤在这儿了哈。 当时是六岁多的一个小朋友,养了十几天,是不是? 是。 哎,我发现哈,刚刚这么仔细一看,我发现这小姑娘的手啊,上面有很多的这个,剪子。 这是练什么项目,练成这样的? 这是练抓杆动作留下的,一开始这些老茧都是水泡,后来水泡慢慢就变成老茧了。 抓杆动作,抓什么样的杆啊? 我带来了一个道具,可以给大家展示不一样的动作。 这样,那我们看看你这个道具好不好? 好,好,来。 好,来。 这就是人体旗帜,是不是? 我们看着它在上面动作那么飘逸、轻松、柔美。 但是我知道这背后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艰辛、血和泪。 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练这个抓杆了。 七岁的时候,七岁的时候,我看这个大家伙挺占地儿的,你一般是,这你们家也放不下吧? 放在我们小区楼下练。 在小区楼下练? 怎么练法啊? 好像有视频。 哦,还有视频呢,来。 啊,动位! 可以来,我们下集了些例えば,还是住成头的一席? 我们下集的观点。 我们下集完地的范围。 我们下集完地的运动作。 我们下集完。 我们下集完! 我们下集完。 我们下集完! 我们下集完! 我们下集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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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